第一届,2023年,不是新一届,不是第一届啊 第13届全国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名单,其中有张文宏 在2172个人里面,可圈可点的只有一个 千里血液,其他的大家都忽略了有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文宏当选 全国政协委员 评论的有点 有人说是说话最靠谱的医生,说真话 但也说过错话,但绝不说谎话 有人反对,说像你这种衡量标准 所有一线的组织医生都合格 恭喜张文宏医生,最好是全国人的代表 反对的说张胜任可以当国师了 这里有人说当官了还能说真话吗 有人说至少要做国家卫健委主任 等等吧 两千多个政协里面可以讨论的,只是张医生 究竟有维促涮维修 神经典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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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经典 rap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